雷爾聊世紀 天天多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保加利亞人對上西西里人 那這場比賽是由天梯對戰阿拉伯地圖 好我們來看紅方 紅方是保加利亞人 保加利亞人的話一開始喔 這個棒棒喔 非常的強大 早一到封建時代喔 這個黑暗時代的棒棒喔 就會變成民兵喔 那再來就是他的兵工廠跟工程器製造所的科技喔 十五減半喔 所以這個大沖車喔 只要500肉 就可以製造出來 重型頭子車也是喔 不用花到 近千的食物喔 省下大量資源喔 可以達到很多優勢出來 那基本上他沒有所謂的經濟優勢喔 就只能用這個強軍士喔 去跟對方換經濟出來 會比較合適一點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西西里這個文明 西西里文明的話 他的種田喔 比較特別 每升一個農田科技喔 這個食物 攜帶量喔 都會多增加1啊 所以村民喔 到後期喔 這個有點誇張 攜帶落量 帶有一點多喔 跟那個 阿茲特克沒什麼兩樣的感覺喔 好 再來就是他的農田啦 還會增加100%的額外食物喔 所以他的食物量也是蠻可觀的 那他比較特別喔 是他的寶兵喔 可以在這個塔樓製造出來喔 那個薩金特衛隊喔 那他這個薩金特衛隊還可以用這個自己的單位喔 去造蓋塔 所以他本身算是一個塔弓文明喔 還有步兵文明 那比較特別是他還有這個 金罐鎖指甲 可以讓騎士加遠防2 近防再加1喔 所以他的遠防8騎士也是蠻兇狠的 再來就是他的騎士喔 也有這個 抵抗 額外傷害的效果 所以他對戳戳也沒那麼的害怕 雖然 一直被戳的話也是可能會血掉蠻快的 但是 比其他騎士來說算是比較能抗 疾兵這種單位的一個傷害的 能力了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西班 不是西班 西西列喔 這邊是選擇山木喔 好那這邊開始在吃豬了 死衣村先蓋個房子 趕路一下 好看起來流程比較正常一點 好那這邊 保加利亞也是喔 那保加利亞選擇比較遠的地方喔 去做伐木 沒有選擇這裡喔 那這裡有點算偏前面一點的 然後選擇想要 到比較後方一點的位置伐木 那但這個地方喔也是 也蠻難守的感覺 並不是這麼好 守下來的地方 這裡可能要這樣為死才有可能比較輕鬆一點 好那這個路的距離好 好像有點遠 跟這個 好像差不多遠 這裡也是差不多這麼遠 好稍微講他配置 喔唷 這邊保加利亞也稍微有點失誤喔 吃完豬再發呆 用這個插旗的模式喔 讓村民進行下一個動作 好這邊拉一個頭豬過來 那目前看起來配置蠻正常的 好像也不是要打棒棒 應該是比較正常的20匹 上層 這裡要打棒棒好像也是可以 但是應該是不太會 去打因為這個流程有點怪怪的 好 OK那這個時間 晚上點上了這個封堅時代 均勻沒有出 所以保加利亞這邊沒有表演這個 棒棒喔 直接變成 裝甲步兵的一個表演 那我是建議喔 如果喜歡玩這個 裝甲塔 或是裝甲騷擾的玩家 可以玩一下保加利亞 保加利亞這蠻適合的 跟立陶宛差不多 還有日本喔 這些文明 保加利亞的話可以直接變成 裝甲我覺得蠻賺的 直接賺140肉 跟40斤喔 這邊這邊打的有點 有點痛喔 兩邊都是大爆血 23滴但是紅方這邊血量比較多 這邊川民就不要理啦 川民就直接去打 好這邊再等封堅時代加兩攻 所以剛剛不敢用這個刺手去追喔 好這邊兩邊都想上高地 打一打下來看起來藍方比較虧 血剩下13滴血 好那這邊應該是會蓋馬舅 OK馬舅沒錯 那這邊應該是 這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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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燒打什麼 冰宮廠下了 喔這是馬舅我以為是冰宮廠 OK兩邊都是弱馬開局 OK弱馬直接吃掉一隻 那為什麼至於那麼多人喜歡打落馬開局喔 就是單純喔 他這個戰術銜接上比較順暢一點 落馬先行搶攻 然後去騷擾對方村民喔 有機會還可以殺村 那出的時間偏早 然後也比較有一個主動權在 那如果你是出弓兵情況的話 要等弓兵成熟 你也不可能弓兵一兩隻就直接出門了 但是赤猴可以喔 這就是赤猴一個好處在 這邊可以用這個城門關一下 這邊關一下 哇結果都沒關到 看起來要關也是蠻困難的 這個是不是有洞 沒有沒有這後面還有一根樹 OK 好三刺猴對三刺猴 好這邊上高地反打一波 藍色的刺猴直接死去 保加利亞這邊有有 一點點肉馬的優勢 總共有四隻肉馬了 但是西西加利亞也是穩的差不多 這邊點下一級攻 喔唷這裡抓到一村 很賺 好那這邊點一攻也蠻省的喔 畢竟這個赤猴 很便宜啊 只是很便宜啊 這個科技喔 食物的肉很便宜 只要75肉就可以升級這個 一級攻 所以保加利亞前期升攻防 真的是不虧喔 尤其是像這樣子跟他換的時候 哇 算爛的 就算這幾隻村民 這幾隻赤猴換掉了也沒差喔 哇 這個是怎樣 哇四村了 哇 準備第第六村 哇CC你這樣子還能打嗎 公眾我覺得看起來凶多吉少 這個直接死六村 這個直接點一攻 砍到頭破血流呢 有點慘有點慘 好但是CC裡這邊已經點下城堡石帶 這裡是用四級對 用四級買賣一波 用這個賣石頭方式喔 高速上城堡石帶 保加利亞這邊點下輪軸技術 輪軸技術點下 而且在城堡石帶之前點喔 這邊保加利亞以上城喔 肉會非常多 淵田一多 這個輪軸的CP值就越高 像這樣子 沒意外的話保加利亞上城堡出席 應該可能會打騎士暴 然後再加開TC的打法 會比較正常一點 這邊CC裡已經有一個上城的優勢在了 但自己損失太多村民喔 損失了六村 29打散7呀 那第1個TC喔 可能要蓋在這個主經的位置喔 不然主經會被騷擾到沒辦法挖金礦 會有點危險 好那這很多時候在這邊想要打 準備再加塑效了 看起來也沒什麼可以看的感覺 好打不破 六隻刺頭直接拉走 好保加利亞點下了一景農田 這時候CC裡已經上城堡石帶了 TC開在這裡喔 開在附近的位置 不錯 主經也要開一個嗎 可以 對啊主經還是要開比較好 不然這裡主經被踩著會很痛 好騎士出來了 CC打一個騎士 短短壓制嗎 但他應該不能再按喔 騎士按這兩隻就極限了 他可能還會斷村 斷村了 我要斷村了 肉可能開始不夠 要開瘋狂撒田 這邊很明顯 以上城堡時代兩隻騎士 就停了 這邊反而是 保加利亞 騎士可以一直按一隻手 這個上層肉很多 好那再蓋一下修道院 沒有第一時間去蓋這個 TC 反而是點這個二級木二級農 然後再點這個修道院 這個TC比較晚開一點 開在這個石頭的位置 那第三個TC的話 每一萬應該是會開這個位置 這個地方剛好是一個入口 可以稍微守到一下主經的位置 而且還有修道院在這裡防守 所以開這個位置好像不錯 開始慢慢往外擴張 好但騎士這邊做得不錯 這個修道院 蓋在這個木牆裡面 這樣就比較靈活一點 好這邊兩隻騎士 砍死一隻肉嗎 好四隻騎士想繞背 但是被西西里看在眼裡 這邊直接開動嗎 這裡感覺很多洞 好三隻生女直接硬招 唉唷 呵呵 西西里這邊四隻生女直接招掉了 唉呀這邊只跌了兩隻騎士 保加利亞這邊感覺有點小虧 這一波西西里反打了回去 而且川民宿突然反超了 保加利亞這裡 保加利亞這邊TC蓋得比較晚 好那TC確實蓋在這個位置 好 那主經這個位置可以考慮差一座城堡 高地堡 可以守主經跟修道院 而且還是一個家裡門面的位置 還不錯 騎士慢慢集結出來 唉這邊拉了這麼多村民 感覺是要 前置 哇靠直接招到 西西這邊塑造騎士太橫了 但這邊應該是有用騎士的視野 看到這邊有前置村民了 然後這邊前置的墓地 應該是這個位置 可能是要插這個小小的高地 好聰明再繼續往前 保加利亞不知道會不會幹銀壘喔 他比較特別的科技喔 就是銀壘 銀壘的話 石頭只要350 傷害卻跟城堡差不多 但血量只有城堡的一半 那銀壘來說我覺得 他算是蠻強的一個塔推的工具 一般來說 你用寶推的話 成本太高推的速度不夠快喔 但是保加利亞的銀壘喔 這個效果就非常不錯 推的速度快 這邊想用生女去騷擾 村民 讓他補蓋喔 這邊可以用這個村民喔 一直去 點村民喔 這個村民就一直開始躲動喔 像這樣子 然後如果招太久的話 還是會招走 像這樣子 好被招掉幾隻沒有關係 直接被滴掉了 連砍都不給砍 好銀壘打起來 應該會有點難受 趕快上地龍時代 希希這邊上地龍時代 趕快按下城堡 插這個位置喔 然後給他互射 然後趕快上地龍時代 蓋這個巨型投石機喔 才能反制這個銀壘了 這個時候蓋什麼衝車啊 投車都沒有用喔 這裡最好就趕快上帝王 然後趕快喔 買出一棟城堡出來 這是最好的方式 那家裡可能會承受不住喔 這個僧侶雖然有點多 但 要想要守住感覺還是有點困難喔 這一騎士按的數量並不多 而且連瓶種都還沒按 不然這邊就要按這個長槍兵了 好這邊決定是用瓶種 騎士 那銀壘寶推開始了 這就是我們說的喔 銀壘推 銀壘推 10攻 傷害很高 好 刺頭開始秀操作 但是刺頭直接倒地 但是很多 哇老頭這邊招到 但是老頭也快倒光了 騎士的數量很多 這一波殺進來 不知道西西里還會不會有呼吸 看起來 保加利亞這邊 騎士的數量 看著在略減 但是自己也被招走非常多的騎士 西西里這邊 騎士數量慢慢起來 有一些都是招怪的 好這邊銀壘出來了可能要退一下 不然銀壘傷害很高 這邊騎士可能送光 西西里這一波騎士有點 有點送 好 在千軍御法的時候 蓋一下移動城堡 直接防守住 好這邊西西里應該稍微能守住 但這一座銀壘有點煩喔 這個有點差太深了 這麼深入 的銀壘 有點痛 好 好 那這邊喔 大片的田只能滴掉 因為不滴掉的話村民會一直去種田 就會被射死 這也是相當細節 就有人保存你已經插到農田附近的時候 你就要滴農田 避免再繼續 受傷下去 好 西西里這邊上到了帝王時代 帝王時代一出 趕快按下巨型頭司機第一台 那這邊會打薩金特衛隊嗎 還是會 想要打別的方式呢 好 那再來保加利亞 無恥銀壘推又來了 也不算無恥喔 這個很強勢 這真的很強 那有人問說 法蘭克跟銀壘推 法蘭克城堡跟銀壘推哪個比較強 我個人覺得 是法蘭克比較強 法蘭克城堡便宜喔 血量比一壘多 雖然造價上比一壘貴了一點點 當然這個 保加利亞本身沒有什麼經濟優勢 但法蘭克也 那這個前期的經濟優勢 就可以一直擴大下去 很容易喔 這個經濟就比保加利亞還好一點 所以法蘭克為什麼會這麼強 因為有很多原因 不管是經濟上的問題 還有城堡很便宜的問題 還是192有效 這些都是 一些 小小的一些細節 讓法蘭克如此的強大的一個原因啦 好 那西西這邊 只要把自己龍條城堡 慢慢穩住的話 感覺問題不大 好這邊 再來一個 城堡 看來就能全部守住 喔城堡蓋得很快 這邊騎士怪小姐 但解不掉 城堡直接硬蓋完 哇直接收村 傷害非常高 好那這邊 這邊先射村民 但射民又射一點歪 好這邊直接往後繞過去 然後來殺後面村民 這裡有洞嗎 看起來好像有 這個是不是有那個洞啊 好這邊要繼續收村喔 但是村民不夠躲了 這邊的村民沒辦法躲 只能被砍 完蛋 好 兩座鷹壘 正在拆 三巨頭開拆 但是自己的騎士 數量很少 雖然已經有重裝騎士了 但現在家裡喔 船民都沒辦法種田 好 那TC附近 可以再把農田撒下了 這個位置喔 石頭可能還要再確保一下 看起來這一波 西西里守得很不錯 那保加列亞這邊 鷹壘推也確實傷到了 西西里一點 經濟上的一個問題 但是自己也投資蠻多贏了 也被拆掉了 感覺目前看起來 西西里還不算非常虧 這兩台巨型頭10機 他是忘記了嗎 開開 加在這裡 可以趕快拿來 拆這個 銀壘 雖然感覺好像 也太需要了 好的 當然是 保加列亞 開出了更多的TC 這個村民說要直標 第一時間點下這個馬凳 保加列亞的馬凳科技喔 點下之後攻速會增加33% 那日本的步兵喔 攻擊速度也是33%加成 保加列亞是騎兵喔 33%的攻速加成 但是需要研發的 但研發之後 保加列亞騎兵喔 就會非常的妖怪喔 打完之後弱馬再繼續打 雖然他弱馬之後的形態喔 並不是騎兵沒有吃到這33%的攻速加成 但也是 足夠 那我記得保加列亞這個能力喔 之後是有把這個弱馬的攻速改回來 好像吃得到的 所以保加列亞打弱馬也是不錯的 到後期的話 弱馬垃圾戰喔 這個攻速還是蠻扯的 好大量的騎兵直接淹過來 這裡只是燒了喔 應該是會直接跑掉 好 希西里這邊慢慢把自己的經濟穩住了 三級馬卡也點下了 轉出了這個騎兵喔 大騎兵也轉出來 其實本身喔 希西里算是步騎文明喔 步兵跟騎兵文明 所以這邊步兵 走步兵路線也是不錯的 好 看起來 家裡 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 因為最近改版喔 我這個小樹模組 又失效了 每次一改版我都會忘記 去把這個 小樹模組給裝回來 好來看一下這邊 想被重裝場面戳一下喔 還是蠻痛的 雖然希西有這個 減免地上單位的 偶外傷害的一個效果 但被 硬是被戳到也是蠻傷的 盡量喔 還是用這個疾病喔 去跟對方換 好 老頭來補一下血 好 欸 這裡怎麼突然有大量的 輕騎兵殺進來 結果這兩台巨頭被遺忘 還被人家抓掉 哇 好虧啊 肉麻直接 開砍村民 村民只能竄逃 哇 終於意識到 左邊這個高調蓋一座城堡 壓壓金 欸 欸 欸 他這邊也真的蓋多城堡 這邊真的確實蠻適合幹 這邊 幾兵過來防守 但是村民也是死了幾隻 好 這邊彈道學二級防禦點下 村民來到一百一十九隻 但是 沒有再繼續按了嗎 還是有 還可以喔 這邊 輕騎兵小心 老頭要直接衝撞了 哎呀 老頭直接被砍爆 全部原 原地被超渡了 這幾兵 砍 再砍 好 下面這邊 狂群慢拿回來 感覺西西里慢慢穩住了正腳 那這時候 西西里要注意的是 對方的一個 唉唷 協議 我才跟 正正想要想 講這個啊 就點下去了 OK 協議點下之後 保加利亞的步兵喔 就是民兵系喔 不含這個落馬的保加利亞騎兵的步兵模式喔 只要是民兵系的防禦力喔 都會加五喔 這邊雙手劍兵一出來之後 近戰防禦超高 基本上可以跟對方騎士互砍 沒什麼問題 我記得防禦力可以到 3加8 4加8嗎 1加8嗎 我記得防禦快要到死的樣子 近戰防禦 OK 保加利亞騎兵直接上來 硬騎掉 好 看一下防禦力的部分 哇靠 真的是1加8 1加8的雙手劍兵 劍兵被打下只會靠一滴 那騎士呢 騎士 9滴傷害 哇打下來也只有7滴 重點是雙手劍兵的黃金很便宜喔 不用20黃金喔 雙手劍兵被城堡射還是很痛的 不能無視城堡存在 保加利亞騎兵這邊點下重型衝車喔 這個升級 只要500肉而已喔 非常的省 所以保加利亞騎兵打這個大衝車 加上這個雙手劍兵喔 進去這個德加布裡面 就可以高速喔 開車車 直接把這個車速飆滿 這時候點下這個 薩金特衛兵 他現在改成薩金特衛兵喔 不好意思 我可能我一直唸錯 薩金特衛兵喔 是一個靜遠房特別高的一個單位喔 雖然血量少了一點喔 但靜遠房很高的原因喔 所以他在大部分的時候都蠻通用的 好那這邊點下第1次 十字局遠征 這個科技點下每個TC都會產出 5隻的薩金衛隊 那這邊總共現在是有 4個TC被拆掉了一個 5個TC才對 這邊總會會叫出25隻薩金衛隊 好第1次實力運動針準備要研發好了 研發好之後 直接出堂 平空產兵之術 好薩金特衛隊有點痛 被砍還是有點扣血的感覺 好薩金衛隊喔 攻擊力4加 防御4加3 數值很不錯 遠房卡有8 那攻擊力還有15喔 血量是85D喔 我記得 怎麼只有65 喔那是沒有精銳 好薩金衛隊直接跟雙手劍兵直接互砍了起來 那這邊看起來雙手劍兵有點害怕不知道是什麼有點被逼退 但其實好像還在繼續打 哇薩金衛隊原來是康克對手保加利亞 的協議嗎 哇 薩金衛隊原來這麼強啊 我以為是協議會打得贏 哇原來打不贏喔 還是數量上的問題 好 有沒有看到這邊 薩金衛隊確實 對抗劍石的效果也是不錯的 遠房有8 還是可以扛下蠻多劍石傷害喔 但是城堡傷害還是太高喔 11加3的一個攻擊力 所以射到1發還是有4E血傷害 好更多的這個 雙手劍兵走得出來 開始轉出了精銳保加利亞騎兵 保加利亞騎兵喔最特別的就是他這個有喪失特性 倒下之後還會再站起來 繼續拿他的流星鎚敲對方的頭 一直敲一直爽 城堡這邊可能會掉喔 欸這邊是蓋城堡 為什麼要蓋那麼多城堡 蓋這個銀壘就好 因為銀壘也是可以產這個保加利亞騎兵的 好這邊保加利亞騎兵直接上前硬敲 後面劇情投司機 敲掉非常多台攻速很快 好回答嗎 要回答嗎 還是再等一下 再等一下再等一下 先拉出去 射程 薩金特衛隊又從正面扛了起來 哇效果很不錯 薩金特衛隊的防禦力 還是蠻佳的 但是金礦要沒有了 這邊金礦只剩下這一撮 這一撮是他最後的心血 這裡無下更多的麻糾 準備要來轉這個肉麻 待會蒙田可能要再按更多一點 好豪加利亞 大衝車 加上自己的軍情投司機 還有這個步騎的部隊喔 這樣一說來兩邊系都是步騎文明 都是出騎兵喔 跟這個步兵單位 但其實保加利亞之前到的也有示範過 可以打這個馬功啦 所以嚴格上來說他也不是純步 純步兵跟騎兵文明 那我記得他這個保加利亞騎兵沒有打 直接打這個馬功也是蠻強的 好 這邊直接一個進攻 保加利亞騎兵直接殺了進來 更多騎兵直接踢得上來 這邊一倒地城堡一倒 還能防守住嗎 這邊村民很多都沒有地方可以跑 保加利亞騎兵開始拿流星水在敲村民 上面村民大量直接原地往生 哇村民血量掉得非常快 怎麼辦 直接被敲成白癡打出了句句 哇西西里這邊 最後一刻打得很驚險喔 雖然這邊自己也是有繞一些輕騎兵喔 但對手有這個薛亞利輕騎兵喔 大洛馬比這個輕騎兵還是強傷一些喔 防守來說也是相當簡單 保加利亞這邊強軍是也打得蠻好的 而且都有把這個保加利亞的特性打出來 但是西西里這邊也是喔 這裡也是有點下 索之甲 然後第十字 第十字軍動陣嗎 第幾次啊忘記了 第一次十字軍動陣 第十字好像太多了 這個十字軍動陣真的是在中期喔 有TC多的時候突然爆出來那波兵力喔 是很容易反推對手 確實也有反推到這個地方 但蠻可惜喔沒有工程器喔 可以 持續推進 相當可惜 保加利亞這邊保加利亞騎兵真的是蠻猛的 倒下來之後還可以繼續打 真的很難纏 你看這個單位 下馬之後還有攻擊力13加4啊 攻擊還是很高 雖然防禦普普通通但血量還是50滴血 而且50滴血再加上一隻騎是140 所以其實總體而言喔 保加利亞騎兵的血量是190滴血 很難纏的一個單位 而且是可以死兩個次喔 所以保加利亞騎兵 哇 個人也是蠻喜歡的 好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吧 木頭CC這邊贏比較多喔 但食物有點少 這就是可能CC的經濟配置沒有配好 那個應該他到中後期要打步騎的話 這個農田量應該是要到70片田 那這邊只到50片田 有點可惜 後面石頭部分保加利亞這邊是挖得還不錯的 因為是打這個迎雷寶萃的關係喔 所以石頭多阿里也是很合情合理 那CC整體而已喔 只有食物出了點問題 其他問題不大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請大家再幫我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